那个男孩在班上有点古怪 一年到头穿着九毛衫 从不跟同学们一起玩 整天只顾在桌上画鱼 还用口水来擦涂画 小九看到他的行为露出了不屑的神情 那天班级在做大扫除 有同学提出放学后去竹本家玩 小九觉得竹本可能不好意思拒绝 不然他不会带着大家绕了同一条路三次 直到第四次他们遇到了竹本的妹妹 这才找到了竹本的家 看到竹本破旧的房子 同学们开始窃笑 旁边的女生还捂住了嘴 小九回头看到竹本一脸尴尬 和像犯错的妹妹表情严肃没笑 他随后和同学一起离开了 第二天小九一进教室 就看见昨天访问过竹本家的同学 在黑板上画房子给大家介绍 大家围观并且讨论着嘲笑 但竹本依旧像平常一样在桌上画鱼 初夏还没到达炎热 放学后小九顺着河滴回家 他刚一回家 妈妈就叫他去超市买豆腐 虽然不太愿意 小九还是骑着那辆粉色自行车出门了 买完豆腐 他打算用剩下的钱去抽扭蛋 每次总抽中金古人 正当他失落想回家 却发现锦盖缝里似乎有误 小九拾起一瞧 竟是一枚一百日元硬币 晚上给爸爸按摩肩膀时 他问爸爸如果捡到一百日元 要不要交到警察局 爸爸一直盯着电视 没转过眼睛 随口说丢钱的人是傻瓜 小九点了点头 接着回房把一百日元硬币拿出来 小心地投进存钱罐里 他想攒钱买个天文望远镜 假期那天表姐送的 他搞到一盒奇藤油贵的磁带 小九迫不及待地 把他拿到房间去拨 边听边高兴地唱跳 情绪高昂时 他还亲了青墙上的海报 可亲着亲着感觉 突然有点尴尬 小九困惑地回头一看 就看到弟弟 正偷偷地站在后面 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不久 小九最期待的暑假到了 那天早上 他坐在电视前做作业 妈妈来说外面有人找他 小九不耐烦走到门口 看到来人竟然是竹本 俩人一牵一后 走到附近的神社 小九好奇地问他 有什么事 没想到竹本让他先保证 保证会对他说的是保密 说完竹本趁小九 还没反应就拉勾 竹本接着跟小九说 听说回力标岛附近 出现了海豚 一听海豚两字 小九差点兴奋跳起来 竹本打算 邀请他一块去回力标岛看海豚 小九提到要穿过滴答言 可能晚上才能回 他妈妈规定外出 必须五点前回家 结果竹本却说两人 骑自行车的话 能确保五点前回 难道小九不想去看海豚吗 说不定还能骑在海豚背上 如果把这次经历写成作文 不是肯定会表扬我 讲的海豚故事也挺精彩的 想到这儿 小九忍不住笑了 但马上把这危险念头摇掉 他迟迟不肯决定 竹本只好使出杀手锏 他问小九是不是在超市门口 捡到了一百日元 小九支支吾吾地说 本来想交给警察的 话还没说完 就被竹本抓住了 在看海豚和坐牢之间选择 最终小九决定 和他一起去回力标岛看海豚 那晚回家的小九满心忧愁 连平时最爱的寿司 也提不起胃口 第二天清晨五点 小九趁家人熟睡悄悄起床 拿起自己的小书包 走进厨房 为自己倒满一壶卖茶 接着小心地 穿上鞋子走出门 小九刚把自行车推到门口 竹本带着斗笠向他走来 他问竹本干嘛 带着绳子 小九回答说 那是绳索 以后骑海豚时会需要 竹本笑骂他笨蛋 随后跳上了自行车后座 上车了 正当他们要出发时 身后传来小九爸爸的声音 他走向他们 询问要去的地方远不远 看见儿子不吭声 以为他在朋友旁边 怕他尴尬 就让他们先等等 爸爸进屋去拿条毛巾 帮小九的自行车后座 进行了改装 出门时还塞了张纸币给竹本 叮嘱他们渴了去买点喝的 显然这位老父亲 还以为他们就在附近玩 偷听到不良少年 讲海边有海藤后 这两个五年级学生 决定一起出发 他们要去回利彪岛 要过去 就得翻过陡峭的低大眼 于是 他们一前一后推 自行车爬山 推着推着 竹本开始带头 小九则独自推车 攀登了近两小时后 终于登顶 虽然过程很辛苦 但山顶的景色 却令小九眼前一亮 真的豪迷 竹本美里小九的抱怨 带他爬到了更高的山顶 山顶风凉逃人 家乡小镇景色一览无余 就在这时 小九明白了课本里 一览众山小的真定 欣赏完风景 他们从另一侧下山 竹本主动叫 小九坐上车 下坡路又抖又直 两人骑车在风中前行 竹本让小九喊叫 能舒缓些 小九开始轻轻地喊了起来 然后声音越来越大 最终两人一边骑 一边大声呼喊 畅快非常 但不久 呼喊变成尖叫 幸亏及时刹车 两人紧受轻伤 可惜小九的自行车 完全报废了 竹本安慰他 别太难过 事情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两人顺着山路 来到一间小商店 竹本抓了两瓶汽水 接着带着小九 坐在门口的地岸上休息 喝完后 竹本跑到远处 聚上洗手间 就在这时 三个混混气电动车 停在小九面前 看到小九盯着他们 混叫住了他 然后带着小弟们 向他逼近 小九差点要哭了 突然有些石头 飞了过来 那些不良青年 回头一瞥 看见一个背心 和草帽的男孩 正不停向他们扔石头 但毕竟 他还是个小学生 很快就被三个少年 抓住压在地上 竹本忍痛 让小九快跑 突然一阵尖锐的喇叭声响起 只看到一位身着蓝色 工作服的男士下车 男子未开口 走到竹本旁边 稍坐停顿 接着对三个不良 分别来了感光 接过男子递来的草帽 走到岸边叫小九一起走 但他还是觉得不爽 再转过去 踹了黄毛一脚 他俩沿着海边路继续走 最后看到了家里 在海里的回力标岛 竹本激动地脱掉外套 和小九换上长袖衣服和鞋 然后两人朝海边冲了过去 幸亏他俩游泳还行 一前一后游到了回力标岛边 小九的脚突然抽筋了 竹本叫他别放弃快游 可小九感觉自己身体 越来越重不断下沉 就在这时 一双大手将他拉上来 就小九的事之前 在公交站见过的大姐姐 姐姐问他 是不是没热身就游泳 小九不好意思地点头 大姐姐走后 两人继续寻找海豚 搜了一大圈 连海豚的影都没见到 一看时间已经是下午了 突然想起 小九五点前的回家 只好带他跳海游回去 当他们回到原点 又遇上了那位姐姐 姐姐招手让他们过去 然后手法 闲熟地升起了火 开始烤海螺 吃到海螺的那刻 小九忍不住发出 幸福的惊呼 这太好吃了 旁边的主本 看他那富土包子的样子 有点尴尬地摇了摇头 俩人这样引得 对面姐姐忍俊不惊 饱餐一顿后 他们在海边休息 这时 小九突然问主本 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和他 一起来看海豚 是不是因为 他有辆自行车 主本迟疑了下 然后轻声说 是因为小九 当时没取笑他 他没有像其他男同学一样 嘲笑他的家 不知怎店 听到这话小九 感到很开心 可能一开始 根本就没有什么海豚 他可能只是 想找个半一期旅行 自行车修不好了 大姐姐 就叫了一辆小皮卡 在店里 替他出面的那位男士 两人穿好衣服后 跳上车斗 小皮卡 在夕阳里 慢慢远去 等到达小镇时 天色已经昏乱 小九询问 姐姐姓名 并再次道歉 主本一起帮忙 把自行车推回家 临别时 他突然说话 小九 下次见 从回力标岛回来之后 两人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主本教小九钓鱼 还带他去山上冒险 小九觉得 主本对大海 河流和山林 都很精通 摘果子出 小九有点拘谨 可主本说 橘子原本就生长在山中 把橘子摘去卖的 才是真小偷 主本的话音刚落 就有人答道 喂 小竹有个死对头 啊竹呀 那天那臭老头 一场扣人心弦的追逐赛 即将上演 孩子们脚步虽快 不服却小 而那天老头慢悠悠地走 始终紧跟在他们后面 开路的主本 毫不畏惧 显然对于摘橘子 被抓着档子时 早已司空见惯 但不料 在泥路上 小九突然跌倒了 而他身后 那天老头 像野兽一样追过来 主本坚定的声音 激励了小九 俩人一路冲到山脚 逃脱后 小九摊坐地上大喘气 主本递给小九一个橘子 迅速站起来 对着远处大声喊 别想抓住我 两个一瓶如洗的小伙子 经过一家寿司店 眼前一片寿司的盛宴 让其中一个小伙子 流连忘返 主本询问小九 是否爱吃寿司 小九说 虽然很爱吃 但实在是太贵了 主本表示自己有主意 隔天小九受邀 去主本家玩 一进门就看见 他忙得不可开交 主本看到小九到来 非常高兴 把好友带进客厅后 他马上又忙起来了 小九细看这个房间 房间虽小却整洁有序 墙上挂着主本 那顶就草帽 柜子上还有他俩的合影 一个男人戴着草帽 小九转头 又看到了那个人 男人的照片摆在神台上 他正想着这人是谁呢 身后的门悄悄开了 几个小孩好奇地探头看他 小九被吓得跳起来 这时主本端来了一盆饭 他静止关上门 然后坐到小九对面 有点费力地打开青花鱼罐头 然后把米饭弄散开 接下来用手捏成一个形状 然后将鱼肉放在米饭上 用海苔紧紧包裹起来 做完这些后的主本 满怀信心地让小九尝一尝 这是啥 罐头青花鱼寿司 吃了一口就根本停不下来 青花鱼的咸鲜味和米饭的香气 完美融合 这是他长这么大 第一次尝到这么美味的寿司 小九的夸奖让主本很高兴 他看着墙上的照片说 这是爸爸教的 小九越吃越觉得佩服 他认为主本更适合做寿司师傅 主本听后稍微犹豫 然后他认真地对小九说 确实考虑过这事 他询问小九未来是否想成为作家 毕竟小九的作文写得很棒 小九没多少信心说自己办不了 但主本却坚信他行 俩人正在聊天 小九背后的门又被偷偷推开了 主本想让弟妹们别捣蛋 却听小九提议一起去吃寿司 孩子们的笑声中时间快乐流逝 饭后 小九留下来玩玩具 这时候主本妈妈回来了 看到家里来的陌生小孩 原来是儿子常聊的小九 主本妈妈看起来很开心 但小九觉得主本似乎有点闷闷不乐 暑假总是过得飞快 一转眼就到了8月31日 这一天对小九来说特别难受 因为积攒了整个暑假的 作业都得在今天赶完 偏偏这时候妈妈还 让他帮忙去超市买点东西 小九脸上有点挣扎 但还是放下了笔 拿起妈妈给的零钱 去超市后他买了卷心菜 正准备拿豆腐 没想到碰见了穿工装的主本妈妈 主本阿姨带着小九到了后门 说上次招待不好 小九急忙摆手说没事 这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突然笑了 阿姨说那天小九一走 主本就开始对他发火 主本一直没啥朋友 小九是第一个被带回家的 阿姨希望你俩将来能和睦相处 说完就急忙回公司了 了解到主本的内心后 小九不知怎么就生气了 难道他从未把自己当朋友 从那天起 他就开始避开主本 主本开学第一天 就来邀请他一起放学回家 小九却找借口拒绝了 主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失落地回了家 尽管主本妈妈 察觉到儿子似乎有心事 总是匆忙上班 他根本没时间喘息 作为单亲妈妈 他难以顾及每个孩子的胆受 超市里工作 辛苦不说 薪水还少 但他每天都能及时回家 做饭给孩子们吃 主本妈妈觉得 这样可以了 他在房碗时准备收工 但路过售卖区时 停了下来 记得孩子中午说 想吃杯子蛋糕的事情 见到价格是300日元的标签 日子拮据的他 显得犹豫 离开超市后 他骑着自行车回家 想到孩子们等下 见到杯子蛋糕时的笑容 这位妈妈 也不禁笑了起来 想到主本 今天的欲言又止 他不禁又皱起了眉 心里暗想今晚得 好好跟主本谈谈心 那晚妈妈没回家 主本用午饭剩菜 给弟弟妹妹做晚饭 然后陪他们睡觉 他刚躺下 家的电话就响了 那刺耳的铃声在 静谧的夜晚格外刺耳 不知怎地主本感到 心里忽然一紧 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男生 他们妈妈出了事 葬礼那天 小九和大人一起去了 他偷瞄了主本一眼 发现主本也在看他 不久老师告诉同学们 主本要转学了 一切来得太快 连个告别会都没来得及办 小九愣了一下 然后呆呆地看着 那张扑满鱼的桌子 回家后 他从表姐那儿 偷听到真相 主本的妈妈 不幸去世后 家中五个孩子 将被亲戚接受 兄弟姐妹需被迫分开 虽然令人心酸 但为了生存 也只能如此 年纪最大的哥哥 今天就将离开 连退学手续 都来不及办理了 听到这消息 小九立刻跑回房间 抓起本来要买望远镜的存钱罐 急速冲出家门 他直奔超市 买了一大袋东西 接着喘着粗气 赶到镇上的车站 最后在车开前 碰见了主本 小九把包递给他 主本一看 竟是一包满满的青花鱼罐头 朋友 我们是好朋友 我知道 此刻山上中菊的 那天大叔 协议待菊摔跤赶来 他叫主本不要误解 自己只是专挑了 一些卖不出的酸橘子而已 觉得扔了可惜 就带来给他 主本没拒绝 收下东西 就和亲戚一起上了火车 小九临上车前 跟他说了个再见 主本也回了一句再见 但两人心知肚明 不知下次见面 会在哪里乃食 出了车站 小九碰见了爸爸 爸爸抚摸着他的头 轻声安慰他 然后爸爸 带他骑车回家 火车上 主本望着窗外的家乡景色 边吃橘子 生的好甜 多年后 成年后的主本 在长崎成了寿司师傅 店里有一款 相当独特的寿司 那就是青花鱼 罐头寿司 尽管时刻们觉得 不怎么好吃 但由于主本坚持不懈 这菜一直在店的菜单上 小九毕业后 去东京当了作家 莫灵感就回家乡尝起 看看大海和老朋友 每次看到青花鱼罐头 还记得我吗 就因为在海报 看到那个 长相普通 笑容纯净的女生 高中一毕业 就鼓起勇气 独自坐上了 开往乡下的电车 同学问起的时候 他信誓旦旦地说 要做林业工作者 来保护地球 但等到真的到了农村 他就后悔了 这个偏僻的地方 连个信号都没有 他最无法忍受的是 真的有蛇呀 既然都来了 总得亲眼见见 那女生在走 带着点期待和担忧 勇气跟林业协会的人 去了砍树营地 这也是他噩梦的起点 砍树课程 首堂式理论 勇气听得困得要命 第二堂 是练习打声节 老师讲得很用心 但勇气 却做成了天津麻花 第三堂学的是用炼锯砍树 是 饭用的大叔 先在树要倒的方向锯 一个口子 再在口子后面锯 一条裂缝 然后继续把蝎子 敲进树干 喝口水的功夫 一棵树就倒下了 旁边的同学 都目瞪口呆 勇气则随意地 取下安全头盔 心想这乡下的天气 真是热 结果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那个砍树的大叔 立刻抓住他 大声训斥他轻视大山 可能丧命 训斥完就掩饰了 分心使用炼锯 可能导致的反弹事故 看到这情形 勇气吓得连退几步 不慎碰到桌上的刀子 看到血滴的瞬间 勇气因为怕血 直接晕倒了 等到再次醒来时 已经在工会的宿舍里 他赶紧打包行列 在门卫处 遇到了小车退的同伴 门卫老头未注意时 勇气赶忙跟那人一起溜了出去 因为太过谨慎走得太慢 错过了顺风车 正当他气喘吁吁的拼命奔跑时 一辆摩托车突然在他面前停下 骑车人指了指后座 勇气马上爬上去轻松抖了 摩托车在电车站旁边停下 刚要说些 却见到头盔下那张普通的脸 如果只是好奇 立刻回去吧 你这种傻慢的人 就算得到工作也撑不过一周 大家都会走人 那才真是头疼 雨声说完就骑车走了 勇气呆呆地望着那张海报 电车来了他却没上 他在车站思考了整夜 最后一个人回到了林业工会宿舍 结果刚躺下广播就想了 一个月后 勇气终于从工会毕业了 老师和同学们都送上了祝福 得知勇气加入了中村林业 同学们都露出惊讶的表情 他向勇气中村林业说明 负责的是神区村 那是隐藏在偏远山区的一个小村庄 那儿的生活条件比现在的营地更为艰苦 他刚说完 一辆破旧的小皮卡车就停在了大家面前 勇气叫住了下车的砍树大叔 并大声呼喊他的名字 当发现要搭车的人是那位之前的胆小鬼 大叔显出一脸轻面 但他还是带着勇气一起前往深山 路上小皮卡全速前进 不料突然撞上了一头路 大叔赶紧下车检查情况 然后用胶带把要掉的保险杠年牢 随后叫勇气下车一起处理受伤的路 走过一段昏暗的林间小道后 忽然眼前一亮来到了神区村 这个村子靠山二建 房子错落有致 房前是村民们自己耕种的农田 几位在村口打麻将的大妈 见到年轻人来了 多露出吃惊的神情 范田把车停在家门前 告诉勇气接下来的一年里 他将住在这儿 他指着远处的小房子 说完这话 你师父就住在那边 可以现在去打个招呼 范田边说边熟练处理路容和路血 勇气因害怕血液 吓得往后退 然后转身往师父家跑去 勇气到时 师父刚好要出门 是因为临间的古山树倒了 勇气没多想就跟上了 途中还顺道接上了范田大叔 山里天气多变 等他们开车到达现场时 正下着大雨 范田二话不说冲下车去帮忙 勇气也想上前帮一把 结果不慎被范田弄得掉下了山崖 幸亏雨后泥土较软 他紧受了轻微的皮肤外伤 结束工作时 天气已经转晴 师父随后向工友们介绍了 他来村里学习的勇气 回家路上勇气不太开心 大叔们唱的山歌让他困得要命 晚上在田大叔家吃了鹿肉刺身 勇气硬着头皮尝了一块 看到婆婆端来舌酒问他要不要喝 他赶紧摇头拒绝了 因为晚饭没吃饱 勇气半夜只好去翻冰箱 最终他还真找到了一片面包 那一刻 勇气哭出来了 他感觉自己真是脑子抽了 竟然来这种地方遭罪 第二天迷迷糊糊地 被一只小蜥蜴惊醒 起来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鼓起勇气抱着行李溜走 刚出村口 正巧撞见范田大叔开车路过 只好找借口说去城里修手机 没想到范田说顺路 然后就把迷糊的勇气塞进车里 修好手机回到村里时 勇气才反应过来 这样的生活他一天也受不了 就在这时远处的一个 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 勇气睁大了眼睛 这不就是以前见过 一面的那个女孩吗 看到这情景的范田开玩笑说 是不是看了海报才来的 勇气死不承认 谁知范田却透露他离过婚 一旁的妻子瞪了范田一眼 叫他别胡说 确认车后座的儿子已经睡着 才向勇气透露真相 原来直击之前 何一个来这里 静修的年轻人谈过恋爱 但那男的最后 突然离开了村子 从那以后直击就一直单身 不知不觉成了村里的大龄圣女 听到这里 勇气的脸上渐渐浮现出笑容 他开始越来越喜欢 这里的乡村生活 可是这种喜欢 到了第二天早上 就消失无踪了 一觉憨睡的勇气 被范田大叔一个脚踢飞了枕头 随后 他被拉去山里种树苗 接下来的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也是如此 直到有一天 还没等范田的脚靠近 他就迅速睁开双眼 赶紧起床 除了种树苗 他们还得修剪松树枝条 拔高树枝 不知不觉 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 最近勇气进步很大 不止亲自砍下了首棵树 还跟工友们去了木材市场 他们村的木头 在这算顶级 一棵沙木 拍到了八十万日元的天价 回村时 勇气惊得说不出话来 想到八十万日元一棵 如果砍光整山的树 岂不是能成为亿万富翁 听到这个 范田给了他的响头 表明人不能只顾 自己现在的事 若将祖被栽的树全都卖光 那后辈咋办呢 听完这话 勇气终于明白了 林业的真意 神区村的居民 既砍树也种树 在从大山取得的同时 也努力回馈大山 砍树事业发展迅速 勇气与执绩的关系 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勇气自己这么觉得 那天 他跟范田大叔到山里干活 俩人忙到中午 才打算在树下吃饭 但勇气发现 把早上的便当忘在家了 爱发火的范田大叔 立刻开始大骂 勇气不甘示弱 跟他吵了起来 幸亏执绩 受托待遍 当给他们 不然 他们可能会吵到天黑 范田太太 还多准备了一份给执绩 于是勇气 就带着他到小溪边用餐 吃饭时 他还给执绩摘了一把浆果 酸的把他的小脸皱成一团 在溪边时 勇气发现了山神雕像 犹豫了一下后 他把口中的梅子饭团对半分 石像和他各吃一半 午餐后 山里突然下起了倾吞大雨 勇气赶忙带执绩 跑进小皮卡 擦头发时 他突然脑海一抽 然后问执绩为啥 跟男友分手吗 疼 勇气一巴掌后 执绩感觉好多了 他说前男友 受不了村里 没有信号和厕所 最终选择离开 勇气笑着 建议搬到镇上 不就行了 这话一出 直击力客气的不行 他们是神区村的老居民 早就住在这里了 怎么舍得 离开自己的家乡呢 女人的性情 就像山里的天气 变化无常 勇气只好无奈地 看着直击骑摩托车离开 他去城里取手机时 接了个电话 是老同学想来山里玩 勇气和饭田大叔商量后 就让同学们来了 中村林业的同事们 也很热情 没有因为 他们是城里人 而有所区别 但在参观伐木现场时 勇气的同学们 没穿安全装备 还不停地评论 伐木工人的操作 这让饭田大叔 感到特别别扭 这帮小年轻 真是爱摆架子 好像特瞧不起山里的东西 饭田还没发火 勇气就忍不住了 抓起相机 把内存卡扔进远处的树林 够了 你们快走吧 聚会最后不花而散 但勇气回去的心情好多了 再回村的车上 他和工友们高兴地唱起了山歌 时间在忙碌中 不知不觉流逝 神区村迎来了冬天的首长雪 这天下雪 从山里回村的 勇气由饭田大叔带去开会 原来神区村 每隔45天 一年一度的节日 快要开始了 但是开会时村长说 这次祭典勇者只献村民参加 虽然饭田大叔 力争顶礼莫之 坚称那孩子 是他们的一员 最终 还是没能为他争取到一个位置 随着冰雪融化 自然苏醒 靠山靠水的小村 渐渐活跃起来 在静山日这天 勇气跟着 饭田和小孩们 一起到河边钓鱼 饭田说 今天山神要清点树木 所以静山的人 可能会被算作一棵树 正在饭田津津乐道时 经过的执迹 因为他们玩火 而提醒他们 孩子们立刻围着 执迹老师讨糖果 这时候 钓队的小胖子 突然发现一只金甲虫 一路追逐 直奔山林深处 等伙伴们意识到 已经晚了 此时 神区村的村民 齐聚山口 勇气注视着 前方危暗的林子 心中不由自主地感叹 他原本不想进去 但听到远处的执迹说 要负责进山寻人 勇气立刻涌上心头 赶忙跑到直击跟前表态 让他们负责寻人的事 众人在森林工人的领导下 把斧头放在门口的席子上 接着便深入山中 寻找失踪者 不久 浓雾突然弥漫 饭田严肃地警告说 这是山神在作祟 别乱走 他的话音未落 雾气更加沉重 视线被完全阻隔 近在咫尺也看不见 正在这时 勇气正发呆 突然有只手在雾中伸出 拉着他快跑 起初他还以为是直击 但跑着跑着 勇气突然觉得不对劲 直击不是没一起进山吗 这时 牵着他手的 那只突然放开了 勇气在浓雾中茫然站着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手 发现粘了几粒米 勇气长了长 似乎是梅子味的 随着阳光露出 雾气开始消散 一个小孩的身影 逐渐在勇气面前显现 就是那个迷路的小胖子 兴奋地转头 想喊人 却发现 自己近在山顶 明明刚才没跑远 虽不知为何会到这 但勇气不敢多停 快速背起小胖子 往山下走 俩人安全返回后 神区村的村民 终于松口气 直击气愤地推了勇气一下 你这个小家伙 怎么总让人担心啊 这时候 远处的范田大叔 走了过来 指着勇气的耳朵说 你耳朵上有东西 原来是条蛇 第二天 村长带着家人来到家里 表示感谢 还给勇气 一个刻了他名字的木牌 范田太太解释 这是参加祭典的凭证 显然 村长已经接受了他 村长离开后 直击也来了看望 两人坐在院子前 肩并肩聊天 这时候 勇气突然记起 刚入山时 有只手拉自己 他便握住直击的手 认真打量 喂 这根本不好笑 时间飞逝 转眼已是山神节 男人们都沐浴焚香 然后换上白裤子 半夜入山 勇气和村民们 一同到达山顶 看到一棵 被绳子围住的巨大老树 随着远方太阳 慢慢升起 村民开始 边唱歌边砍树 最后范田和勇气 拿起了锯子 伴随着断裂声 锯树轰然倒下 村民们一起 挑选了最粗的那段树干 然后把它拉到了 事先准备好的轨道上 勇气也激动地前去帮忙 却不小心被绳子绊倒 等他一时到时 已经太迟 看到这一幕的范田 大声叫他快坐上去 勇气重新振作 爬上了高树 接着紧紧 用绳索绑住自己 伴随一声刺耳的尖叫 他们俩和树一起 直滑向山顶 阳光下 勇气仿佛骑在银龙上 这时地面的直径 好像看见树上有人 他又拿起望远镜确认 最后肯定是那个 让人操心的勇气 山脚的村民迅速分散 紧接着一声巨大的响声 总算脱险了 山神庆典顺利完成 得知直记安全无恙 勇气输了一口气 不久 勇气的实习结束 需要回到东京报道 他离开的那天 范田一家河 师父都到车站送他 唯独没有看到直记 这让勇气感到很失落 毕竟他最初是被 直记的海报 吸引来到这里的 开车时间不等人 最后带着遗憾 勇气回到 坐上了开往东京的电车 正当他打算关窗睡觉时 却看到远处 一辆摩托逐渐靠近 竟然是直记 再见了 突然从乡村到繁华都市 勇气感到有些不适应 一出车站 他就察觉到了这一点 每个人都匆匆忙忙 经过附近的建筑工地 勇气停下脚步 深深吸了口气 露出陶醉的笑容 是山林中的树木香 把饭田奶奶的舍酒 放在父母家门前 勇气重新登上 开往乡下的电车 目的地是 让他重拾勇气的神区村 电影就到这儿完结了 有人羡慕那 勇敢的乡村生活 也有人认为 这样的生活 完全不切实际 谁也说不准 人生的真意是什么 在努力前行的路上 偶尔停下脚步 码头吃点薯条 也是一种享受 这儿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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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